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联络到我的频道。 俗话说的好,东吃萝卜,下吃姜,不用医生开药方。 白萝卜做我们生活中经常吃的一种食物, 菜市场上面价格也是特别的亲民的, 因此呢,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吃白萝卜。 白萝卜具有通气润变的功效。 如果你感觉到胃胀气, 在便利店关东煮里面买一个水煮萝卜块,很快就可以通气啦。 这样我们可以很好的疏通身体里面的郁节, 有便秘的人呢,也可以很好的缓解肠道干涩,从而通便。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白萝卜有一股淡淡的臭味,有一点的嫌弃, 但是白萝卜的营养价值和功效远远超乎你的想象。 白萝卜还被誉为是长寿蔬菜。 今天小安就给大家一起来说一说,了解一下, 白萝卜是一种常见的蔬菜。 生熟都可以均食,及其味道略带辛辣味。 现代研究认为,白萝卜含芥子油、淀粉酶还有粗纤维,最有促进消化、增进食欲, 能够害好的加快肠胃的蠕动和止合快肠的作用。 白萝卜所含的多种酶,能够分解致癌的亚硝酸胺,最有防癌的作用,被称为防癌的食物。 而同时,白萝卜中的维生素C都是抗氧化的成分,能够害好的补充水分,让肌肤成为清淡年轻。 作为一种富含纤维素还有淀粉酶多的蔬菜白萝卜, 还具有增强食欲还有促进消化的功能,能够产生饱腹感,从而起到减肥瘦身,消除脂肪的作用。 让您的腹部坠肉没辣,是需要减肥的人士首选的蔬菜。 白萝卜吃法特别的多,凉拌着吃,烧肉吃等等。 但是在寒冷的冬季,工作的人喜欢吃白萝卜炖羊肉。 白萝卜炖羊肉不但味道非常的鲜美,而且有很多的营养价值。 羊肉兴热胃肝,适宜于进补及补养的佳品。 羊肉富含维生素还有脂肪,含有非常丰富的钙、卵磷脂、铁元素等等。 它的钙体含量远高于猪肉还有牛肉。 而且羊肉胆固醇含量并不高,又利于消化。 祖国医学认为,羊肉能够原氧补精血。 疗肺、虚异、劳损,是一种滋补强生的食物。 萝卜和羊肉共炖不但有去山作用,还有助于消化的功效。 能够补脾胃,撞筋骨欲风寒。 更能够补而不腻,消而有度,不易上火。 白萝卜炖羊肉的功效一呢,能够很好的益气补虚。 羊肉炖白萝卜中的羊肉腥微胃肝,乳脾、圣经,能够很好的益气补血。 适合身体虚弱,阳气不足,差后缺乳的人群食用。 而且羊肉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。 对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都有很好的帮助作用。 第二个好处就是可以补肾助羊。 羊肉入肾经,还有补肾助羊的功效。 适合肾阳虚导致的阳气不足,胃寒无力,四肢不温, 腰酸阳尾者食用,能够起到很好的食料功效。 而白萝卜一起炖呢,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都特别的棒, 更加的入味、清香、好吃。 能够很好的减少因为吃羊肉而上火的情况。 敬浅的荤素搭配营养更加的均衡。 第三个好处就是趋寒暖身。 羊肉在食物贵经上属于性温的食物, 能够降低体内的含量支气。 与白萝卜同时炖煮食用, 仍然存在一些温热支气, 特别适合天气含氧的时候使用。 能够起到不错的趋寒暖身功效。 第四个好处就是可以强筋健骨。 羊肉中含有不少的蛋白质和钙、铁等矿物质。 白萝卜含有不少的维生素C、钙、铃等成分。 而这些营养成分能够为肌体还有骨骼合成提供原料。 能够有一定的强筋健骨的功效。 一起炖煮食用更加利于身体消化还有吸收。 第五个好处可以补充营养。 萝卜炖羊肉主要含有蛋白质、 脂类物质碳水化合物胡萝卜素、 维生素A、维生素B、维生素C、维生素E等营养成分。 以及钙、铃、铁、铅等微量元素。 经常适当地吃些萝卜炖羊肉有利于补充自身的营养素。 营养均衡维持身体健康。 每一间白萝卜炖羊肉的做法真的是特别的多种。 有的先将羊肉烧制入味,再加入水炖煮。 汤色深沉。 还有的是轻炖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炖煮羊肉汤最好喝最鲜美的做法。 保留最原汁的原味羊肉汤。 汤色雪白,味道鲜美。 食材比较简单。 羊肉300克。 白萝卜200克。 首先炖羊肉的时候选择前腿肉。 前腿肉瘦肉多,肥肉少。 这样炖出来的羊肉汤没有那么多的油脂。 喝着也不腻,口感比较嫩。 我们先把羊肉擀下刀,切成块。 这块这样切得稍微大一点,不要太小了。 然后切好放入盆中,加入清水浸泡半个小时。 把里面的血水浸泡出来,能够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。 白萝卜消去外皮呢,把它清洗干净。 切成滚刀块。 这个萝卜块呢,尽量切得大一点。 切好后放入盆中,我们备用。 料桶呢,切点葱、段、姜片。 准备两颗干草,一颗白纸,二十颗白胡椒粉。 干草呢,只要提到一个去腥的作用。 白纸能够去除它的煽气味,增加香味。 白胡椒也能提到一个去腥的作用。 这样炖好的汤呢,喝下去身体也特别的发软。 羊肉泡好之后呢,把水倒掉。 锅中再加入一些清水。 把羊肉凉水下锅,焯一下水。 加入一点黄酒去腥。 开锅以后呢,浮沫撇干净。 再煮上两分钟,把它焯透。 这会儿就可以了,把它空水捞出来。 炖的时候呢,我们可以用一个不锈钢的锅, 或者是一个砂锅来炖。 一次性要把水量加足。 放入羊肉开始炖煮。 加入少许的葱姜、干草、白纸、胡椒粒。 大家炖的时候呢,一定不要用铁锅。 铁锅炖出来的汤呢,发青,颜色不白。 开锅后呢,改为小火炖上40分钟。 40分钟左右呢,羊肉已经炖熟了。 这时候把葱姜剪出来,白萝卜放进去。 加入盐调味。 再开小火炖上20分钟左右。 把萝卜炖软炖透。 这样吃的时候呢,才更好吃。 炖好之后就可以关火出锅啦。 这样炖出来的萝卜羊肉,无论是从口感还是口味都非常的不错。 吃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到一个砂锅里面,加一下热保温。 再来点香菜点锐增香。 知道美味的萝卜炖羊肉就做好啦。 好,多朋友们都喜欢在冬季吃火锅。 那红红火火的观感就让人食欲大振。 但是呢,吃火锅特别的容易上火。 且食物营养都流失在汤里啦。 不如吃羊肉炖白萝卜。 白萝卜和羊肉是天生的一对。 白萝卜价格便宜,羊肉呢非常的出色。 白萝卜包羊肉汤真的是一绝。 营养价值高还不会上火。 吃完了全身通透,清清爽爽。 适合男女老少。 虽说绝大多数的人都特别的喜欢吃, 适合吃白萝卜。 但是呢,多多益善。 这三种人不适合吃的。 第一个就是气虚的人, 包括肺气虚、心气虚、肾气虚。 那是因为白萝卜属于良性食物。 气虚的人需要补充的是补气补血的食物。 而白萝卜有行气的功效。 行气过多会导致好气散气, 使气虚症更加的严重。 第二呢,腹血的人不可以食用。 白萝卜具有润肠通面的作用。 腹血者吃了容易加重病情, 不易于病情恢复。 因此呢,不适合吃白萝卜。 第三,脾胃虚寒者。 脾胃虚寒大多数喜欢吃生种的东西。 白萝卜杏良谷,也不适合食用。 白萝卜在民间素有小人生的称号。 东吃萝卜三人生。 除了以上三种人呢, 大家可以在这个季节多吃白萝卜哦。 白萝卜价格既便宜,又实惠,功效又好。 如果家里面有调教的话, 可以经常为家里做起来。 在冬季驱寒养生,特别的不错。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样的养生美食视频。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, 记得帮我点赞,关注,订阅我的频道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谢谢大家。 我是小安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